这次是怎么回事 这次也是等于说是 他们让我去的主要目的 也是去拍一些东西 谁 徐志勇 徐志勇让我去的目的 也主要是拍一些东西 你做了吗 我做了 从头弹务到尾我都在拍摄 用什么时候 用一个小DV 像这种的 因为我知道大机器肯定不行 所以说我用小机器拍的 口袋里边就能放下 对 质量还不错 声音的 声音的可能会差一点 声音可能会差一点 但是图像还可以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你们既然是一个团队 你们讨论过这些结论吗 在发布这个报告之前 我都没有看到 也就是说之前我有过质疑 我不同意这个结论 它有倾向于这个结论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那个报告发布的这么快 所以说等于说是 就是在调查期间有过讨论 但是我 我不知道它会下最终的这个结论 他没有提醒 他会马上出一个报告 没有 他这个是下 他这是这个第二天上飞机之前 就下的 就已经发布了 我是在 从刘莎莎口中才知道 这个报告已经发布了 之前我都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这个报告 所以你并没有得到通知说 我们要发布这个报告 没有 因为我昨天对他的采访中我说 既然你这么肯定你的结论 那么你们小组中有一位 张有潘 他就提出过质疑 他提出质疑没有东西 我们六个人 五个人中有四个认为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说那这个是你起码应该 让他知道这个报告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是知道的 你是不负责任的 发表了个人的观点 你们是有要求的 是不允许个人发表观点的 这个 本来就是 他发布这个报告之后 我马上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当即表示 我不同意他这么 第一个是 发布最终的意外事故的结论 然后我觉得 这个报告是很不严谨的 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进去 然后呢 然后他说 他要求我 不要这个发声 我当时已经答应了他这个 但是我后来考虑到 这个报告的影响 实在是 等于比较恶劣吧 所以说我就想 过了12点之后 他大约是12点半下飞机 然后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发现他的手机已经停机了 但是我思考再三 我决定就是 违反和他的之前的有个约定 然后我发布了这个声明 声明 我不认同这个调查报告 我觉得你不认同调查报告 现在开始有理由的 因为你根本没看到过这个调查报告 这个发表之前 并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你是这样说吗 我在声明的时候没有这么说 不是 我是说 事实上 这个报告发表之前 是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的 没有 这个调查报告 在发布之前我都没有看到 我都不知道他们要发布这个调查报告 然后他以什么理由让你不要发声 团队意思 就说我们是一个团队 如果是一个团队 为什么不在发布之前先让你知道这个 因为你是对这个报告要承担责任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去问他 具体原因应该去问他 我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 在之前你们有过讨论吗 对整个调查的结论有过讨论吗 结论有过讨论 有过讨论 但是我觉得这个讨论 就是因为是在调查当中的 不能形成最终结论 就是说他这个调查 他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这个调查报告 就是不足以证明 整个调查程序不足以证明 最后的调查报告 那么作为参与者现在你看 他们还不止他了 对空间里是完全战 他的这场场 就是说这么急遇的出这个调查报告 按道理你调查一个东西 没必要急遇出这样的报告 对不对 而且急遇出也没必要把口封得这么死 就是这就是一些不同的 我觉得这两点他们都是做得非常明确 你认为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这个我也考虑到 但是我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这样做 这和他以往的行为有差异吗 如果说我和许静老师接触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他一直以来没有做过这种 没有和他共同做过这种调查报告式的东西 所以说对他这种所谓的一直以来的行为 所以我不能够说下结论 我不认为说是我多么了解他以前的行为规范 或者是一贯的行为风格 在你的意义出来之后 你们有过交流 在1月1号当天 在普吉镇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我打电话给腾彪 把这个消息发不出去之后 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打了一个电话之后 我跟他提起过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事情可能到北京再来谈 之后就没有什么联系 你说的他是谁 徐志勇 你认为 当我这里有一个16点 我觉得你的这个质疑都是非常有效的 不论是跟徐志勇 还是跟这个 同建在谈的时候 我都提的 乔料谱 当然他说这些 所有的旁边都可以接他 和排除 当然 我觉得你认为 你和他们的最大分歧在哪 就是我认为最大的分歧就是 他没有经过 严谨的调查 在没有正面接触到 直接的证文 还有赵世芳的时候 就断然的下这一句 断电的结论 是非常不严谨 甚至说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可以从他们的这个报告 调查报告上来说 可以说他们的程序上根本是不完整的 那么部分是道听不说 部分是已有证据 但这个证据并不是完整 和可以被真正的裁定的 然后大多数主要证据 仍然是处在一个警方的故事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做出这个决定 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你作为一个法区博士和另外一个律师 因为只有你们的团队 这个特征比较强 然后立刻在到那 回到48个小时以后 做出这个决定 这里会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觉得 我觉得简直是我无法想象 他们会这么快地 做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来 所以说当我知道这个结论的时候 我也很惊讶 但是我实在是想不出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不能给出一个原因 因为我觉得 我对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也不是很了解 后来你被警方传军了 没有 那么刘莎莎说 要和你一起 未来当时是说的意思吗 对 你跟刘莎莎探头过你的想法吗 说过 但是他也是认同这个结论的 无论我怎么说 他们他都觉得 这个调查报告是严谨的 所以说我很遗憾 对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 他们是为什么如此固执地 要认同这个结论 显然这个结论是不严议的 这是个事实 这不是一个 可以 不是一个观点 他们缺少的问题 非常多 那么 刘莎莎知道这个报告要发布吗 她知道 有一部分报告 还是她参与写作的 就是说这个报告的 形成唯一派出了的事情 对 这个报告我都不知道要发布 这个报告我没有参与写作 那么在这之前他们已经知道 你对里面的很多结论是有意义的 对 我是有意义的 你向他们提出过吗 提出过 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作为相当重要的 甚至说这个调查报告 一个相当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就是前程宇在第一时间 向警察报案的一个录音 在这个录音呢 就是因为是他用当地话说的 我们都听不懂 然后第二天找了一个 当地的村民去翻译这个 去翻译这一录音 在翻译之后 这个徐志勇就断定 这个 前程宇不是第一目击证人 第二他 他觉得这个所有的 他觉得前程宇是没有看到那些 那几个人的 然后他就断定这个 前程宇可能是后来 前后说的说法不一样 但是我曾经当面向他提过 我说这一录音至少要经过三个人的论证 就是说要经过当地的村民 懂这个语言的村民 进行同时三个人逐字逐句的翻译 如果说这三个人逐字逐句翻译的这个 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证据才足以才信 但是我 据我后来所知他没有怎么做 还有一个就是说 关于这个 现场的一些照片和视频 他非常固执地认为 是有刹车痕迹的 但是我 但是我认为 第一他是没有 据我所得他是没有驾照的 他也不会开车 但是他 他这么 这么 这么的坚持认为 是有刹车痕迹的 我感觉到很莫名其妙 就是说你不具备这种专业性的知识来断定 但是你为什么要一口咬定 这就是有刹车痕迹的呢 而且后来我也思考过这个事情 即使说是有刹车痕迹 也不能排除 他是故意地谋杀 还是可能会有 但是还是可能有其他结果 比如说 这个司机没有 就是说也不是串通好的那种情况之下 杀的车 就是置他于死地 就是有可能就是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有人临时起意 把他推倒 或者是打婚 放在那个地上 然后司机这边的情况 可能是不知道 然后就撵上去了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 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最终非得要做出这个意外事故的这么一个结论来 我觉得 简直是非一首事 关于这个造势司机 我们通过记者 确实走访到了他那个造势司机的房间 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说 在没有见到造势司机家人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见到造势司机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排除他的动机 我觉得这是相当草率的 而且很多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证人 都没有没有见到的情况之下 就是桌上的结论 对因为包括给他打电话叫他出来的人 包括到底以什么理由叫他出来的那个人 为什么村长会平白悟不出现在这辆车面前 他说 这个车不可能算得这么好 就到了造势司机 我说为什么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是这个村长直接撞上去的 也可能 对不对 他想挡这个车 很简单 我就挡这个车了 那司机说你挡我车我就撞你了 对不对 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双方都可能 对有这种可能 都有各种可能都有 对 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完全不想这些可能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 你问我 问不出什么结论 因为我不能保证我了解他 那你先谈你的质疑吗 你说这些质疑 这都是根据这些质疑都是根据我 对 我觉得这都有效 在当地的就是经过调查组访 还有一些人提供的一些线索 所列举出来的 我觉得这些调查报告就是 就不是这个 最终结论下之前一定要把这些 这些所有的疑点都查清楚 才大致能够还原 这个到底是这个真相 大致的样子 而且还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一个是事件报告 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有条件模拟这个 模拟这个事故现场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 首先我觉得你公民调查 或者是你本身在程序上就是不正义的 连你调查上面都不知道情况下出的报告 我觉得跟政府状况没什么差别 然后你们自己 这个局也是在不全的情况下 没有问题就这么多不得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他是怎么死的 是死了没有 或者是怎么死的 而这个证明他死的过程是不是合理的 对 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草率的调查报告发布出来 对公盟的公信力损失很大 所以说我后来还思考了一下 还是要发表我个人的声明 因为我觉得不能因为个人的工作失误 而导致整个公盟的公信力受到损害 而且如果说以公盟的机构发布这个调查报告的话 他一定要征求公盟大多数人的同意 但是这在程序上也没有做到 不光在程序上没有做到这个公民调查团 全体成员的同意 也没有做到这个以公盟这个机构的 大部分成员的同意 全部成员 他的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发表了这个东西 腾彪曾经也在这个事情上 他觉得不能这么做 但是他可能估计到个人关系 所以说他没有公开的质疑这个东西 我当时对他们的这种估计我也觉得很吃惊 他说只要我们多数同意就同意了 我想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对 我后来跟刘莎莎讲 我说难道少数派的意见就不是意见吗 难道少数派的意见就不能够听取吗 至少我应该对这个报告要发布应该知情 但是我很遗憾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个让我很吃惊的 因为我当时觉得如果你现在不是一个有更大权力的机构 能做事就这么不断 这个确实让我吃惊的 另外你认为最终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程序上的问题 就是当你政府在取证和证明政府 证明这些证据的合法性的时候 做过手脚 那你整个案子是无法呈现的 你只要做过手脚就无法呈现的 那没有特别多的证据现在是没有 比如说实践问题 比如说摄像头 不能说摄像头没有就没有 对不对 它到底是 是你都需要有一个技术鉴定问题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可能还会再写一些东西 还有扣押证人的问题 对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把证人扣押在监狱里带着手铐 而且你扣押了他还要让他在中央电视台做出表白 这个已经是很光大的事情 对 而且这个证人的问题我们也考虑到 因为这个证人他可能会出于恐惧而说出的是谎言 因为据我们调查整个的村子村民都很害怕 因为因为有过很多的先例就是这个村民被因为是发出一点意义就被抓到公安局里毒打 这是这是很正常的在当地 所以说当地的村民都很害怕这个事情 因为就说有可能你在白天讲的话可能晚上就被抓走 对 那么我觉得冯建和徐志勇也都知道这个事实 那么他们怎么不会考虑到这个事情的复杂性 因为他们也进过监狱 那么他们应该知道在监狱里是不择手段的 这完全可以是无法无天的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这个赵莱海还有这个独裕人的造物都是在监狱里面对他们 本来都是很强硬的 之后最后都变成完全是变另外一个人 所以他们应该知道这种在监狱里获取的这些证据本身是有问题的 他们现在是以在监狱里的这种证词来反对他以前的证词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荒诞的一件事情 对吧 如果说他的证词都不合法的话 那至少不能用后来的证词来反对前面的证词 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 对他们 据说我在个人的声明里边也讲了 我觉得这么做太草率了 对他的工作态度和这个论证程序不是很满意 我觉得整个机构不应该为他们 就是这个这种工作态度造成的失误买单 那现在你因为你去过然后你也有很多疑问 也接触到一些感性的人生 你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这个事件 至少看起来没那么简单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我那天我也看到了一个关于一个所谓的专业人士发的一个帖子 他说如果说是这么重的一个打卡车 专业人的话 他的脸上是不可能这么干净的 我觉得这个他可能说的有理 有道理 但是我们在真正的做到这个做过这个模拟现场的时候 就是这个这个是值得考虑的 至少是 而且你在没有没有经过事件的情况之下 你就断定这肯定是意外 那就是太不负责任了 所以我昨天问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这个伞当时是雨是不是下落的 伞当时是张开还是核实的 那么突然就说这个毫无意点不重要的伞是张开和核实的 我觉得非常重要 从司机的角度 从他的视角度 很容易看到这个目标还是没有这个目标 也很容易辨认这个人还是没有辨认这个人 对不对 这些细节非常重要 他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伞是张着不张着的 那么一个打着的伞 你几乎是不能知道他是谁的 对不对 那当然目标也会非常大 一个红色的伞在你前面都看不见了 对那个伞 有刹车没有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细节 但是我反映你都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 这个伞的问题我 因为考虑到一些 在我调查中好像还没有人提到这个伞的问题 我也没有就这些细节进行思考 所以说我现在关于这个伞的问题 我无法回答你 不是 我不是要回答 还有这个苏宇彤昨天给我提供的一个线索 他说这个关于村长的这个手表 这个我还没有向当地村民求证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手机 对这个手机是当地村民讲的 因为这个手机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他们当地村民说这个手机在事发之后跑到这个车的尾巴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后来从那个视频里边看 里边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手机和香烟 所以说这个手机香烟到底到底哪里去了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总之 总之这个案件还有很多很多的疑点 没有查清楚 第一个疑点就是说 赵士司机的身份 他是不是吸毒人员 是不是刚刑满释放的 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强调他这个身份的问题 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被收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个出事之后去过他家 据这个房东反应说 在出事之后他老婆就没有回来过 而且呢有一个记者说 给他老婆打电话 但是他老婆一直都没有接 就是他老婆为什么会失踪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怎么失踪的 然后就是说 这个赵士机在事发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行为 他有没有可能撒谎 这都是很大的疑问 就是这个赵士机 所有的一点不能排除 那你就不能排除 他是不是有那种故意的行为的 还有第二点 第一点我答案一下 徐志勇和彭建知道赵士司机是有过系统行为的报告吗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也无法确认他是不是系统 你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 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这是你后来形成的问题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赵士司机 被曾经被指证过是系统人员 他们就是说 他们为什么会轻易地排除这个观点呢 因为我们去他家调查的时候 发现就是据房东讲 还有一些调查过他的记者讲 他的收入是挺丰厚的 就是说一个月大概 就是每天毛收入一千多块钱 大约每个月怎么说也得有个一万多块钱的收入吧 然后他觉得既然收入这么丰厚 然后就没有必要去杀人 而且他的老婆还怀孕 就没有必要这么杀人 所以说 但是后来我就这一问题也争论过 跟彭建争论过这个问题 我说 如果说当局 有人给他 不是说当局 有人给他一笔很大数额的钱 然后呢 就是说最终帮他瞒天过海 这个事情由谋杀或故意杀人变为交通造势 因为交通造势的这个最高期限都是很短的 所以说你如果是他的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 但是彭建对这问题好像没有明确的回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觉得如果是谋杀的话 没有必要同时两个人在车上 我也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答案 也没有 但是我觉得 最起码你不能够通过你这么的思辨来轻易的排除这个人的动机 这个是一个判断性的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有钱人杀人的多得很 有的是钱的人杀人的人多得很 对 而且我还觉得挺 他们犯罪多得很 对不对 两个人 十个人二十个人都多得很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很幼稚这种情况 我觉得还挺奇怪的一点是 就是我们去这个司机叫做费良御甲是吧 去他家 徐老师看到他桌子上放了金刚经之类的一些东西 然后竟然在调查报告里边提到气质相符 这么一句话好像有 对吧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就能够通过一本金刚经和一个佛教的一个东西 就能够完全的凭一面之词 就是就凭那一段录像 你就能够得出和他这个气质相符的这个结论了 我觉得很 就是就像很多很多平平常看起来很和气的人 他可能在他可能在这个非常情况之下 他爆发出非常惊人的力量 就像杨家 这这简直就是我觉得这个推弹太太武断了 有时候看的一段录像什么录像 就是那个录像CCTV采访赵士司机的那段录像 是 CCTV对赵士司机有采访的吗 对 对不起我没看到我会看一下 然后没事你再说 然后就是通过这么联系就能够断定和他的气质有关系 我觉得这太武断了和气质一致 但是这是 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视频录像的东西 因为那个摄像头的东西 我听一个以前装过摄像头的人说过这个事情 说这个摄像头装到之后 它的所有的功能都是调试好的 不可能说是浏览功能具备 储存功能不具备 这只是一个硬件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没能够查清楚这个摄像头在此之前发明发生过作用 有没有过储存的功能 这个储存的功能如果有的话 它的储存功能是什么时候破坏的 为什么被破坏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都没有调查 然后第三就是这个如果说 如果说没有直接的目击证能 那么这个坐在这个赵士司机旁边的 副驾驶的黄标 他就可以视为直接的目击证能 他就可以从他的口中 或许可以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 没有人去问黄标究竟是怎么回事 黄标也被拘了 黄标是以 就是这个赵士司机在出事以后 想让黄标顶罪 顶包 所以说就把他给拘了 那么军乱他现在已经坦白了 他顶他不应该拘了 那就是可能是因为做假罪吧 我觉得做假 对 这个假证是他坦白了 他并没有造成损害 他如果说他顶包已经 这个事情已经在社会上有传闻 或者已经造成了损害的时候 他是有罪的 但是他如果他说这是我杀的 或者说不是我杀的 这可能算是犯罪 那只能说是这个事情 那就是Windows公安局的事了 就是不想说 那可能是吧 还有就是我刚才这个尸检的报告 尸检的问题已经谈到了 就是说这个 它究竟如果说是正常行驶的话 我好像看到当时有关于这个车速的一个 Windows公安局出的 好像是最终奠定结果为20码 好像是20码 我不能确定 如果说20码的速度就是把它撞住 撞住它的话 这个人肯定是会有 至少会有皮外伤 骨头也可能会有受伤 但是这个实验报告没有 没有提供 你在没有实验报告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可以断定这种情况呢 还有第六个是 第六个是通过模拟事故发生的现场 去断定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姿势 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去佐证的一个地方 第七个疑点就是保安的问题 保安说它是 有人调查说保安是第一目击证人 然后听到 听到这个 那个据那个保安讲 他听到一声很尖利的刹车的声音 就是说这就是能够形成前后矛盾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最终的 最终通过这个专业技术人员的鉴定 鉴定出这个调查报告 说是没有刹车 如果说没有刹车的话 那就证明是保安有说谎 这个保安如果说这个保安说谎的话 他为什么会说谎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但是我很遗憾 他们就轻易地排除了这个保安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第七点 这个第一目击证人究竟有没有 不能说是你在48小时之内没有找到 他就没有 他可能是出于恐惧 在这48小时之内 他就不想跟你讲 或者是想过一段时间他再讲 这都有可能的 而且尤其是在 主方对民间曾经有过打压或者暴力的情况下 很多人可能不愿意站住 对 现在究竟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环境 很可能有另外的人看到 对很可能有另外的人也看到 但是你不能说在48小时之内 你没有找到这个第一目击证人 你就断了辅定没有第一目击证人 那我觉得很可笑的 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 七路晚报报报道过一段细节 就是说撞起以后 两个司机都从副驾驶舱出来 这个人看到这个的人非常吃惊 他说非常奇怪 他们俩怎么没从驾驶方向下来 就从副驾驶方向下来 但我现在的解释可能是说 他们不希望看出谁是驾驶员 才从副驾驶员出来 有这么一段 那么就是还存在一个另外的一个知情人 那我们打电话打到七路晚报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不能透露这个 所以至少还存在一个人讲述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看他们 你们都没提到吗 没有 我现在还是头一次知道这个事情 你看一下 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它必然存在另外一个 而且这个细节是编布出来的 那么他们两个人都是从副驾驶方向出现 对这个也是一点之一 但是我现在 就说明你们还甚至公开的信息都不是 对 对 对还有第八个一点 就是关于这个 有后来到达这个现场的一些村民 就是他们自己讲这个死者的手机还有香烟在车的尾部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车的尾部 然后这个 在这个实际 在我们的视频 后来的视频里边看到这个手机和香烟都没了 为什么没了 这也是一个疑点 第九个疑点 就是这个死者他为什么要去这个村口去 他是几点去的 在那待了多长时间 和什么人见了面 然后在那个见了面的时候 谈了什么事情 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个是对于还原 在这个事故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个很大的疑点 很重要 很可能有第二个大疑点 对 就是都不能乌烟乌故的就跑到村口去了 对 我觉得也是 而且你在这生长的人 哪那么容易被一辆车给撞死 真是太好笑了 对不对 你要是一个陌生人 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生长在这个村 你对这个道路非常清晰的景象 怎么可能会一辆大车 以二十百速的前行的时候 会把你撞死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荒诞的一件事情 对 你还有一个意义 我现在又想起来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车是逆行 如果说是逆行的话 那我据当时的现场的一个目测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说逆行的话 它都是靠这个就是顺行的那个方向去走 应该是比如说这个车 本来是正常行驶是从这边走的 但它逆行是到这边去的 它应该是靠近这一侧的车道走 而不是靠近这一侧的车道走 我后来就 我想这个也是一大一点 应该是这个正常行驶的话 它应该是靠近本来随行的这个车道走的 它为什么跑到这边去了 跑到人心道方向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那么就实际上那个副司机可以说出 当时这个人是正面的还是背面的 是裸闪或是没有裸闪 是意识到弃车 没有意识到弃车 这些是至少可以问清楚这个副驾驶 对不对 对 这个副驾驶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证人 那么当这些材料都没出现的时候 就是说你怎么能够下这个阶段 我觉得非常奇怪 对 第十个一点 就是这个中国移动的 当时我们通过调查还有一些 通过村民的一些讲 当地村民的一些说法 说当时中国移动在这个地方要修一段电缆 这个在乔村的村民它不同意 就是阻止了这个工程的进行 然后当时那几天就可能 可能是和保安有过冲突 有过冲突就是说可能有过有结过梁子 然后这个 这个当时可能据当地村民讲 可能是这个有特警的 可能是有特警的 我们后来我也有所疑问 因为我到那个保安公司去看过 他那个保安公司穿的衣服很像特警 所以说当地村民误解是特警 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这个秀标都是切着斜警 我就很疑惑这个事情 就说保安公司是有可能 如果说如果说当时这个前运会 他带领村民拦过这个车 那就是有可能会出于报复 因为我也有尝试 我们以前的我们这个 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农村也发行过这种事情 就是公共车从车里边过 车里边不放过 拦路要钱 这种事也有 也有过这种事情 这点也是我的一个重要一点 就是说之前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人威胁过前运会 有没有过他和其他人的过节 有没有他们拦过车 对 因为他说那不是自杀 就是交通事故 我说不一定 我们说司机在上车之前被人打不招呼 他们虽然很讨厌的 会拦车的 那么司机如果是250的话 他拦我去撞他 对不对 那么村长可能接到一个电话说 他们又开车要通过我们这 对不对 那么他去 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拦住他 他很可能就是去买这辆车 这辆车很可能就是 我操你拦我去撞 如果撞完就从事故 咱们掉一下 掉一下包就行 是不是 这完全可做 对 这个绝对有可能 他们不需要认识 也不需要有更大的用法 对 还有一个 就是说 第十一个一点 我列举的 第十一个一点 就是说 钱云慧 据我们了解 钱云慧是一个很政治的人 他就是私下里 有很多的镇里的领导去贿赂他 包括从里讲 有用美社还有钱财去贿赂他 动辄上百万 但是钱云慧都一律给予拒绝 在钱云慧出来之前就有崔明谣言 崔明说 不能说谣言 就是说有崔明说 他这次出来 十有八九会死 结果出来没几个月就死了 然后我们还听说这个钱云慧在死之前 他曾经对自己有过预感 私下里跟他的朋友说过 所以说有没有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说 据崔明讲 曾经有一个正义干部 在他出狱之后 还想要货辱他 然后前一会可能感觉到他随时可能会死 这个我们现在也没能做出调查和核实 48小时 第三 第十三个疑问 就是在 包括本村村民还有外村村民 这个我们已经 包括刘莎莎他都已经印证过这个事情 就是在他们本村 确实有出现过两三起 目前确实的至少有两起 是非常常死亡的事件 05年出现的就是有一个当时的 是好像是村委会书记 莫名其妙的事 可能是死在宾馆里边 然后这个 据我所知05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出现过土地纠纷 所以说这个村委会书记的事 也是一个很大的疑点 就是说你如果说能够断定这个村委会书记 他死于谋杀的话 那你这个田一会 他再多杀一个田一会 又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吗 包括我们就是在前方做调查的一些记者 刚开始也是以为 也是认为这个倾向于是意外交通事故 但是他看到我给他列的疑点之后 还有他联想到以前在广西发生的 就是大白天的 用这个弯绝机粘死人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公权力的嚣张 他是绝对有可能做成这种事情的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一贯嚣张贯的人 他个人有可能极其愚蠢地做出这些决定 他可能会是个别领导做出的 并不是说他们一致就要这么做 并不代表 并不可能代表政府的意见 你等下你去接一下暗号去那个 那个叫什么 鞋线里面 你去接一下 我直接在他接 这个 一个是他之前说没受到的威胁 第二呢 是 他很可能对死亡都有不知 这些事情我觉得在都没有搞清楚情况下 因为这个显然不是一个 他折射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他曾经被三次抓进监狱 对 没有接下大的梁子是不可能的 被抓进去的 对 和利益集团是有时候非常大矛盾的 对 像把他摘出来做出一个 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 这是很难的事 对谁来说做了难 我多次印证过这个事情 就像村民印证过的事情 他当了大概六年的村长 其中坐牢就占据了四年半 坐了四年半的牢 等于说前后坐了四年半的牢 然后在他坐牢期间 村民还是坚持不选其他村长 就说村长一直还是由他来当 所以说他在当地村民的这种心理是相当 都是相当拥戴他的 我觉得作为公民调查团或者是公民观察团 你没有足够多的能力和资源去调动所有的证据和做出所有专业性的论断 即使做出论断也是不权威的 但是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提出疑点 让做出结论的人来回答 你既然你温州市公安局做出这个结论了 你就有必要像社会公开我所回答的所列出的疑点 你就有必要解释清楚我代表公众或者是代表我个人做出的这些疑点 你既然做出这个结论了 那你就有责任解释清楚我所有的疑点 否则的话你这个结论是草率不负责任的 在家属里也无法相信的 所以据我们所知 据我所知 这个大部分村民 绝大部分村民都是不相信这一结论的 而且大多数的村民 包括粤青的 包括温州的一些人 听说这个事情都是断然的认为是谋杀 和他们断然认为是意外事故 截然相反 对还有第14个疑问 两个目击证人有没有可能 因为被抓到看守所里边之后 因为恐惧或者是恐吓 甚至是刑讯逼供 而做出前后不一致的证言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据我对中国司法的了解 完全可能 而且完全就要排除他的内脉证人 这个证言是不可惨的 对 还有第15个疑点 王立全 王立全 王立全是和前云惠一直上访的一个非常紧密的伙伴 就是他在前云惠出事之后 为什么说第一时间就把王立全给抓了 这是让人相当想不通的 你为什么要把王立全抓了 王立全第一不在事故现场 他也没有去事故殿堂 第二他也没有行刑之事 也没有反而公务 为什么秘密的把他给抓了 王立全很可能是至少在前云惠事故之前 在前一段时间 他肯定是一个知情人 究竟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他肯定也是一个知情人 有没有受过威胁 怎么样受过威胁 谁要贿赂他 王立全是一个很大的知情人 但是现在这个人给关起来了 所以说在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调查访问 还有了解的情况之下 就做出结论太草率了 对 还有就是造势司机的前云惠 在看到前云惠的时候 有没有摁过喇叭 别人有没有听过喇叭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都有这种常识 如果说这种大卡车鸣笛的时候 他会很响的 而且这个就在村旁 在这个路旁有很多的民居 他们有没有听到这个大卡车鸣笛的声音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疑点 第17个疑点 我后来列结到推特上了 第17个疑点 这个疑点就是说 除了摩托沙 还有意外事故 它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死的 这不能说是二选一 你必须二选一 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可能掉进 掉进官方设置的一个陷阱里边 我后来跟刘晓阳律师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刘晓阳律师也在讲 它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事法 它完全有可能 这是我的讲实 它有很多种事 对 刚才我说的 比如说各种冲突都准备好了 到了那边碰了一下 这完全有可能 对 甚至我认为自杀都可能 没有任何可能是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都需要去 有更进一步的这种调查 我觉得以后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公民调查团还是以质疑为主 要继续下架了 以什么 没听懂 以质疑为主 以质疑和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为主 显然是这样 你是对 你是面对一个 为什么会公民调查团的 基础是在于你对权力的质疑 对 否则你根本不需要 有各种司法机构 有民间的机构 在美国它有 有这个叫 Civil Liberties Union 就是民众公共 自由的公会 保护协会 什么 各种诉讼 都迟到很通畅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事 它可以发表意见 随便文章 但它不会去 去 这个 最后 放弃这种质疑 那这个是太滑稽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